下面来讲解标尺工具的使用 标尺工具可以度量图像任意两点之间的距离 也可以度量图形的角度 另外使用标尺工具还可以进行图形的倾斜校正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测量长度 选择标尺工具 标尺工具怎样来选择 我们看在工具箱中 默认状态下它是没有显示的 它是以卷展栏的形式折叠起来了 在吸管工具上单击右键 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标尺工具 然后我们在图像文件中的需要的位置 单击鼠标 需要的位置 注意按下鼠标以后 直接拖动到另外一点的位置 比如说测量这两点之间的位置的距离 在测量的同时 我们在这个位置 就是在选项栏中 可以看到它的X轴 Y轴 宽度高度 A L1 L2 另外呢 如果你想查看更清晰的这些数值呢 可以在这个窗口里面的打开信息面板 通过信息面板呢 就可以看到 它的一些相关信息 一些详细的一些相关信息 在这里面我们看 我们先将它给清除掉 重新来这个测量 从这个点拉到这个点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长度 角度 长度多少呢 角度是47.5度 当然这个角度 要从水平到和它的一个角度值 L1 这个呢我们来看一下 L1它其实代表的是什么呢 就是显示测量线的长度 现在这条线的长度 就是从这个点到这个点的长度 就是20.74 X轴呢 Y轴呢 表示的是当前这个点的 它所位于的X轴的位置和Y轴的位置 W和H呢 表示这个点水平距离和垂直距离 也就是说从这个点 到这个点连接一条垂线 W的就是宽度 是14 高度呢 15.29 这是它几个值的表现 删除它 单击清除就可以将它清除掉了 比如说我想测量 它的左眼到它的右眼之间 有多长呢 从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到 我们看拖动以后 这个地方就会显着它的数值 而且你在拖动的同时呢 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 看这个值动态变化的 拖到这个位置呢 就可以看到3.15 对吧 3.15 这是一个测量 长度 另外一个呢 就是测量角度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我想测试这个小孩 这个B弯 它的角度是多大 怎样来测量呢 它和测量长度的用法是不一样的 首先要在测量的一角 就是它其中的一个边的某一个位置 按下鼠标 拖出一条直线 拖到它这个 注意拖到这个角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 绘制了一条直线以后呢 按住键盘中的out键 看它显示了 当你把光标移到这个绘制的位置呢 它会显示一个角度的一个标志符号 按住out键 向另外一侧拉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的角度是多少度呢 66度 这就测量出了它的角度 在信息面板和这个选项栏中 都可以看到它当前的一些数值 这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个L1 有一个L2 这几个参数呢 我们前面讲了L1和L2表示的什么呢 L1表示的是第一条 测量线的这个长度 也就是它 这条线的长度 对吧 这条线的长度 L2呢 表示的是这条线的长度 就是第二条测量线的长度 我们再来操作一下这个角度的测量 角度的测量呢 要特别注意 就是首先 往角度方向拖动一条直线 拖动完成以后呢 按下out键 出现角度标志的时候 再拖动出另外一条线 就可以测量这个角度了 其实它实际的这种测量呢 只是一个大概 我们看这一次又测量的 它变成66.4度 或者下一次测量的可能它又一个数值 这个呢 主要是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就大概的一个 要想精确的话呢 那就需要 把它放大一些啊 比如说精确的来测量 精确的来测量 另外如果说你测量以后 你看这个使用测量比例 还可以将它取消掉 测量比例 这个呢 可以将它清除 就是你上面画了 比如说很多的测量线 想把它清除 单击清除按钮 就可以将这个测量的线呢 删除掉了 这就是标尺工具的使用 关于标尺工具 校正图像的方法呢 我们会在以后的章节中呢 会讲解到 这是标尺工具的基本使用方法